那么20年阿富汗战争以及20年阿富汗的民主实验 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美帝国的死乱中气的民主输出 这个是要引起全世界的反思 并且这确实也证明了 这是一个以美国为基础的民主乌托邦主义的决定性的失败 或者大溃败 民主乌托邦就是福党西斯福山所说的历史终结论的基本方案 所以也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又一次失败 那么福山他的相比较而言 福山他只看到了历史的表象 他从冷战的历史以及结局上面看到的 好像是美国战胜了苏联 也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 战胜了社会主义的所谓的专制集权 这样的话他就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 就是说人类的历史 就人类追求相互承认的斗争的历史 到美国这儿就已经结束了 那么美国给人们展现出来的文明 以及制度的体系 就是全世界各国所要模仿的对象 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 很多知识分子也深深信服这一点 但实际上在非西方的范畴里面 在发展中国家政治转型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当中 复制西方民主美国民主成功的个案 寥寥无几几乎没有 阿富汗这个个案是最新的一个 所以他张然证明了 西方民主并不具有真正的朴实性 然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在理论上也不具有这个朴实性 福山自己后来也怀疑了他的历史终结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